理论上深层式AI包括Sora是帮助拍广告拍电影的艺术工作者去加速一些好的创意跟制作 但是中国的体制会严重的压制抵消这些创意 所以我认为中国深层式AI是不可能发展的 现在中国有多少的电视剧跟电影 其实拍完以后都不准上枪 拍历史故事啊 不能讲哪一个淘汰 真成了很有创意的影带 通过审查 通过不能上 他现在境内的整个社会的创意 艺术的创意都在打压 这个工具就更帮不了这些人的忙 美国对于题材跟内容的自由度会比较大 不会对于言论啊 意思听他这个部分去做管制 所以这两个发展的重点也不太一样 久而久之差距会越拉越大 他想要赶上Zora生成的能力上 可能是还有点遥远 人工智慧的发展 最主要三个 要怎么去得到够多的资料 去训练人工智慧 那第二个是演算法 其实跟能产有息息相关 那接下来就是算力 这个部分 晶片的制裁会不会影响到 人工智慧发展 其实还是能发展 但是你说会不会影响到 人工智慧发展的速度 跟未来产业的影响 当然答案也是肯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